好 那你就去吧 不过 你要记住 哥 如果你死了 那么 我也会陪你 院长 赵老师 麻烦你们出手 我要那只地穴魔珠 小三 你真的想清楚了 你应该明白 如此吸收会有什么后果 院长 我一定会成功的 好 有志气 那我就祝你一切顺利 这狡猾的魔珠 胖子 提回忌 凤凰火线 想跑 没那么容易 第七魂技 猫鹰之身 三魂技 猫鹰之身 啊 这帝玄魔珠狡猾得很 可别让其他魂兽干扰到院长 小五 你拿好这幽香起落仙品 保护好自己 哥你去吧 赵老师 麻烦你也把我抛出去吧 真是麻烦 该死 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 院长 他在这里 想奥 你没事吧 没事 二龙老师也太残暴了 太太强了 第一魂技 凤凰体如大雷 红天烈地罗萨刀 第一魂技 凤凰火线 第二魂技 累祸 猪王输赠 好个阴险狡猾的东西 再让你跑了 老子就不叫四眼捞硬 Blind 很快 二龙 一닥 儿子 一晨 一露 一露 上来 小三 我们回去 不好 这人面魔中使出全力了 小五 怎么会 完全没有用 上次 我与杀死人面魔中 却因诸葛神怒在手 小五 与这些羞为六千年的人面魔中相比 我立场就还是太大了 不好 第一魂技 缠绕 一定要干上 一定要干上 小四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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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小五 哥 左胸被贯穿 加上人灵魔珠霸道的剧毒 小五他根本没有可能活下来 第七魂技 赤龙真身 吃死吧 凤一天响 这龙岩极为凶险 别透气他 唐三 快 快 好 他不会有事 先救小五 小五 小五 你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 院长 小五还有救吗 院长 小五不会真的 小五 放心吧 小五没事 院长 你就不要安慰我们了 小五中了人面魔珠的毒 怎么会没事 这是怎么回事 小五 只能从六千年修为的 人面魔珠手下逃脱 全凭运气 人面魔珠的最后一集 刚好扎在这 相思断肠虹上 幸好我哥送我的时候 没有吃掉它 不然 今天就交代在这了 这相思断肠虹 竟然如此坚韧 面对人面魔珠的致命一击 居然完好无损 小三呢 怎么不见它 第一魂技 超级恢复大香肠 小三没事 现在他的八珠魂骨 正在结束那头人面魔珠的生命 小三 小五没事 小五 小五没事 小五没事 小三从人面魔珠体内吸来的能量 正在被小三的外腹红骨自行吸收转化 化为自己的能量 没想到当日的一丝联系 竟能救我一命 乖孩子 有我在 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 二龙老师 小五 小五 不知道为什么 在二龙老师的怀抱中 有种很温暖的感觉 小五 你愿意做我的嫡传弟子吗 我愿意 老师 二龙老师 不瞒您说 在您身边就像是 有妈妈一样的感觉 你说真的吗 真的 我妈妈很早就离开了 我 我一生未嫁 可能 一生也不会有儿女 小五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叫我一生 妈妈 我 二龙老师 你 愿意做我的妈妈 妈妈 二龙 二龙 恭喜你 傅老大 我有女儿了 你知道吗 我有女儿了 你 四孔子太感人了 你 你 是的 我知道 从今以后 你不再孤单 你有女儿了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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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小五 你的情深义重 十数罕见 永远不要让我知道 你对不起他 否则 无论你是谁的弟子 无论你有多么深厚的背景 那天的大帝之王 就是你的榜样 唐三一命起始 此生定不过不晓 感觉好多了 小三 如今地穴魔柱已无反抗之力 你还是抓紧时间吸收魂环吧 院长说的是 好多了 感谢观看